妻子给空荡荡的牛奶桶灌水再装到奶瓶里 这牛奶味的自来水就是小儿子的午饭 大儿子走出来 他的鞋会说话了 妈妈让他搅个口香糖 瞬间就把鞋修好 转头一看老公 他刚刚修好的冰箱一阵火花带闪电 生活对墨西哥一来说拒不为艰 怎么找到一份工作养家糊口 葡萄哥和老婆一天到晚跑断腿 得到的只有白眼拒绝和歧视 这些都不是最难过的 而是当怪叔叔欺负小孩的时候 他们甚至不能报警 像当年葡萄哥也是个商业天才 在学校里卖卷饼 用挣来的钱给女朋友买好食巧克力 但当他掏出一大把钞票结账的时候 超市老板翻手一个举报 你是一个墨西哥小孩 怎么有这么多钱 肯定是偷的 那时候葡萄哥就意识到一件事 当人们把你当作罪犯一样对待时 你就成了罪犯 长大后 葡萄哥开始混帮派 随着妻子怀孕生宝宝 他也放弃帮派生活 找份正经工作谋生 但那谈何容易 刚刚交完房租的日子 葡萄嫂实在没钱买菜了 他们厚脸皮来到父母们家 一进门 爸爸就说 葡萄哥没出息 作为一个男人 你怎么能让妻子孩子过这样的生活 我生你不如生一块卷饼 葡萄哥不想听爸爸念经 他喝着闷酒走出家门 他想干老行当 反毒 老兄弟托尼看到这一幕 他知道葡萄哥有孩子不能听儿走险了 都是墨西哥好后面 Tony决定帮忙 几天后在Tony的帮助下 葡萄哥来到菲利多百事公司应聘职位 但是看着求职申请表 葡萄哥陷入茫然 他没有高中学历 连这张表格上有些单词都看不懂 还得让老婆帮忙填写 真够丢人的 看着他这吊儿郎当的样子 经理不想用它 但葡萄哥站起来大胆自荐 葡萄哥凭借不要脸和顺口溜 得到了这份工作 菲利多是一家生产蓬坏食品的工厂 葡萄哥是工厂里的清洁工 主管第一天给他安排了一大堆工作 每天工作十小时 没有加班费 八个垃圾桶 你一个人填满 这么剥削的条件 葡萄哥依然兴奋的不得了 打开上班换工作服 在巨型油锅里搞清洁 葡萄哥每天乐此不彼 葡萄哥最感兴趣的 还是齐多的生产过程 玉米粉和水混合 放入机器 咕噜噜一搅拌 再出来的就是美味的齐多了 这哪是机器 剑植是奇迹 葡萄哥特别羡慕工厂里的工程师 使他们设计机器 生产齐多 就像超级英雄一样 葡萄哥跟在工程师身后 求人家给自己看看 机器的设计图是什么 特尼把他从工程师身边叫出来 嘿嘿嘿 好后面 这些话我心眼好才告诉你 齐多工厂里分等级 白人经理排第一 钱多事少离家近 还有大把退休金 二级是楼层经理 这帮人最倒霉 背锅扛事瞎操心 然后是工程师们 高级蓝领 傲慢不可一世 但所有人都尊敬他们 你看 黑哥是工程师里最优秀的 最坑的是 白人经理里 一大半都是黑哥的徒弟 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都是一群白眼狼 我们是一般工人 负责流水线工作 葡萄哥至于你 你就是最最底层 老老实实干活 不多说话 是你唯一应该做的事 但是 葡萄哥是一个敢想敢干的人 他不甘心最底层 破圈首先从收集资料开始 当时 企多工厂被百事可乐团队管理 百事可乐的老大 是罗杰恩里克 罗杰创造了百事第一代 和口味盲测挑战 这个人是近100年来 唯一一个 差点搬到可口可乐的人 多亏这位大佬 百事可乐生意火爆 如果葡萄哥想破圈 那他就要找最优秀的人学习 罗杰那么大的人物 没机会看到 那黑哥是博二之选 他想出的好办法 就是送给人家全品吃 葡萄哥说 自己从小就喜欢机器 特别想向黑哥学习 有朝一日成为大人物 黑哥沉思了一会儿 葡萄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学生 他热情四射 踏实肯干 日复一日加深对机器的了解 甚至都能帮助黑哥 检查医调盘 那天 葡萄哥发现 有很多薯片被炸过头了 黑哥说 棕色的会被挑出来扔掉 这句话 击中了黑哥的心 他正式受葡萄哥为徒 葡萄哥每天提前一小时上班 再加班两小时 很快熟悉了机器的运转 就在他成为最佳员工的时候 整个国家的经济开始下行 工厂艰难维持 随着时间推移 裁员和捡班 比喇叭库和铺吃球还要流行 老百姓饭都吃不去 哪有钱买薯片吃 葡萄哥已经做了八年清洁工 没有任何升职 更坏的情况皆中而至 临时市场大战来临 竞争激烈 市场份额却在不断缩小 这时 罗杰已经成了百事的总裁 他也没闲着 四处搞钱 维持公司的运转 能采取的方法 无非是裁员 减少排班 政策落实到葡萄哥身上 就是毁灭性打击 减少排班 工资少 家人们怎么生活 为了养家 葡萄哥开始免费加班 给超市送货 他发现一件事 在棕色人种街区 很多商品卖不出去 谁会吃清爽口味的玉米片 那天借孩子放学 大儿子眼角无心 一看就是被人打了 小儿子说出实情 哥哥因为是墨西哥人 在学校受到欺负 葡萄哥想说些话 安慰儿子 但是儿子已经长大了 他知道自己的困境 是全体 墨西哥人的困境 不是自己做什么 就能改变的 葡萄哥只能带着儿子 去吃烤玉米 儿子的这么一句话 瞬间点醒了葡萄哥 原来 成功的钥匙 就在自己身边 他立即买了一大堆 玉米制品 回家问老婆 你的超美味辣椒酱 是怎么做的 快教我 辣椒酱加其多 一定会收到爆炸性的欢迎 葡萄哥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老黑 还有老家的兄弟们 虽然大家支持他 但是也嘱咐葡萄哥 Tony工作之余 重新回到黑帮 因为他妈妈得了癌症 每个人都要拼了命 照顾自己的家人 葡萄哥 怎么能安心追梦 爸爸让他辞职 去另一个公司 当清洁工 还请了神父来做客 导得绑架葡萄哥 妻子站在葡萄哥一边 他们离开父母家 正式开始腌制辣椒酱 最正宗的墨西哥辣椒酱 往往需要最好的原材料 相比于实验室里的各种化学原料 葡萄哥和葡萄嫂的辣酱 来自民族性格深处的辣植魂 他们尝试了小镇上所有辣椒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 葡萄哥 葡萄哥终于成功了 但是他把想法告诉经理的时候 经理说 既然经理不愿意联系总裁 那葡萄哥就自己行动 反正总裁的联系方式都是公开的 秘书帮葡萄哥接通了电话 总裁一听 葡萄哥看了他的励志视频 还真的以总裁的角度 去思考整个企业的问题 甚至研发了自己的辣酱 做了新产品 在辣为其多挤出去之前 葡萄哥葡萄嫂 郑重地向上帝祷告 第二天 杨品就送到了总裁办公室 总裁决定 两周后到工厂进行试察 详细了解葡萄哥的想法 但是在总裁到达之前 葡萄哥因为月级报告 被上司痛批了一顿 经理还说 就因为你 我们很有可能全都会失去工作 在葡萄哥 在葡萄哥丑容满面 想阻止总裁过来审查的时候 是葡萄嫂把他拉到镜子面前 告诉他 你是一个聪明人 总裁是来听你讲的 不要让那些无耻之徒阻止你 如果你不知道 怎么推销自己的产品 我们就去学 从那之后 夫妻俩天天泡图书馆 葡萄哥也渐渐自信起来 葡萄嫂甚至推动了父子关系修复 他假装自己不会打领带 让葡萄哥回家找父亲 刚开始 葡萄哥还是很拘谨的 当高级经理问到 市场份额的时候 葡萄哥根本不了解 啥叫市场份额来着 他只能比划 葡萄哥索性摊牌了 我不知道什么叫市场份额 但我知道 墨西哥一不容忽视 我们也需要适合我们的产品 我的孩子 妻子 家人 都喜欢火热的辣味 总裁听完葡萄哥的话 大手一挥 给他掉了一条生产线 就在葡萄哥以为 自己要成功的时候 新产品上架一礼拜 恨怪 一包都没卖出去 还是大儿子 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没人买是因为 咱们没有投放广告 没有广告就没人知道 这一句话又点醒了葡萄哥 他找到老家的后面 这帮毒贩子 虽然没有商学高学历 但各顶各是推销高手 加上工厂里的所有工人 大家都行动起来 在广场上社区里进行推销 辣味其多火了 当销售报告传到总部的时候 总裁知道自己的眼光真是毒辣 投资墨西哥意识上绝对没错 他把电话再次打给葡萄哥 所有生产线全力启动 辣味其多在美国多地销售火爆 葡萄哥所在的工厂别提裁员 所有员工都回来了 六个月后黑哥成了分厂厂长 葡萄哥还是那个清洁工 他做了这么多贡献 还是迟迟得不到成为机械师的机会 但是当他清扫地板的时候 总裁竟然在楼上等他 葡萄哥成不了机械师了 因为总裁直接任命他为销售总监 所有同事都站在楼下为他鼓掌 特别是老家的后面们 葡萄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小心翼翼地坐下 他答应妻子的事情终于有机会做到了 葡萄哥的原型人物被誉为拉丁裔营销教父 最终成为百事及菲利多的高管 他的才能开创了一整个辣味其多品牌 其市场价值如今已超过数十亿美金 好了 看完这个电影 我也要吃一味辣味其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